来看到在林口长安医院上个月26号发生了掌果事件 结果隔天在台南同样发生了医院暴力 有立委就爆料台北市在台南市的安南医院 27号呢一名正姓男子带着头痛的母亲来就诊 结果当时有两三名的病患比他的妈妈情况都还要紧急 但是他只等了两分钟就开始不耐烦 甚至发飙大吼 没没没没 我莫名其妙啊 我今天莫名其妙啊 挥挥手不停否认他就是疑似恐吓副理人员的正姓男子 上个月27号带母亲到安南医院急诊 等得不耐烦 竟然怒飙大吼对护士抢瞎 我有说声我会比较大声 我说如果都没有医务人员出来处理 他又说要到停车场去围堵他 要找人来修理他 院方说男子态度差还放话料人 明显就是医院暴力事件马上报警 但男子通通否认 根据了解上个月27号 正姓男子因为老母亲头痛 带他到安南医院急诊就医 因为当时其他两三名病患都非常紧急 正姓男子只等了两分钟就不耐烦 不满大吼说 竟敢怠慢母亲 还扬言到停车场堵人 疑似出言恐吓 我有可能去说一种 那是我们那些设斗卡的人问我 一边人说停车场 一边是家属的停车场 你来人不知道 让你等我 男子不承认恐吓骂人 还出停车场等人只是在跟大嫂讲电话 但护理人员人身安全受威胁 院方陪同审讯护理师报警 在派出所竟然还出现市议员助理 亲自到场关切 要求护士不要告了 还好警察先生有正义感 仍然受理报案 26号林口长庚 才发生涨果事件 27号台南医院暴力又停一桩 这次急诊怒飙 恐吓还有市议员接入 事情闹大了 本来答应要出面道歉的议员 也神隐不见人 大家各说各话 没人要承认错误 记者来关张 SN角组才能报道